其实年轻有孩子没有错的 今年26岁的她 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大儿子明年就上小学了 19岁 当大家还在讨论下课后要去哪里玩时 她下班后的节目就是回家看孩子 她每天都会把孩子从保姆家接回来 为的就是争取更多与孩子相处的时间 我每一天的行程就是早上起来 帮她梳洗换衣服 然后送她上学 然后就是我去工作工作工作 到晚上回家 有时候早回的话我就会和他们一起吃饭 吃了饭就陪他们进去做功课 不愧意地教他们 监督他们做功课 然后做完了 就给他们喝水 玩一玩 给他们休息一下 看一下电视机 然后就换衣服 睡觉 当妈妈后 其中让她感触最深的事 跟朋友的关系越来越远了 其实妈怀念以前的 有两孩子就跟朋友脱离关系很远了 那个关系距离很远 就好像你们要去玩啊 你们要约我出去都难 就因为已经选择了这条路 就是这样走下去咯 牺牲咯 每个人不一样啦 我的看法就是牺牲了时间咯 没有了那个自由 然后身材咯 没有了身材咯 就五年轻人的冲动 19岁结婚生子 这个决定对她来说 当时也没想太多 想到她就去做了 其实当初我有这个孩子的时候 也是我要的 不过是没有在计划之下 没有做过妈妈 不知道是怎样的 然后还年轻啦 不懂怎么样 可是要就是要 用眼丧母的她 从来没有真正的管道或示范 让她知道如何当一个称职的母亲 当你有了一个小孩子 你就会自动自发 会去学这个东西 不需要人家教 就连很怕小动物 都变成不怕咯 因为你要保护他们 它是你的孩子 但是还要保护你 就是要保护自己的孩子 但并不是我 都变成不怕咯 你 就能做到